哈喽大家好 今天又来到我们村里面大叔的这个山庄里面 去年的时候大叔在路边收养了两条小狗 当时捡回来的时候 也不知道这两条狗是什么品种啊 长大之后啊 才发现这两条狗啊非常的凶 经常咬我们邻居家的这个鸡 还有鸭之类的一些家禽啊 后来大叔啊 非常的无奈就把这两条狗关在这个山庄里面了 不过的话关在这边之后啊 又遇到一个非常头痛的事情 今天过来这里看一下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大叔这个山上 一来到之后就可以看到在这里一条狗 然后在那边也有一条黑色的狗 都用链子把它拴起来了 大叔在这边总共建了有两个小房子 这边有一个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放杂物间的 这个房子它是用到来休息的地方 中午它都会在这里睡觉啊 现在这两条狗啊都拴在这边 然后大叔每天都会来这里喂这两条狗啊 然后还每天在这里看管着它这个山场啊 这种狗看着有点像那个警犬一样 你看它蹲着在那里 姿势非常好看 这种狗啊 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品种的 大叔也不知道 然后因为这两条狗非常的凶 大叔就把它拴在这里了 然后还遇到了一个非常头痛的事情 就是这两条狗食量非常的大 这两条狗啊每天都要吃掉两盆粮食 吃完之后啊 这条狗可能还是没有吃饱 现在的话把这个盆子都咬到嘴里面 然后想把这个盆子都吃掉 看一下看我们视频没有没有谁认识这种狗的 为什么这种食量这么大 然后还这么凶呢 你看它咬着这个铁盆子一直都不放 我估计这条狗啊应该是咬这个盆子咬了很长一段时间 哎呦呦呦吓我一跳 这个盆子的被它咬的不是圆形的了 有很多地方好像是咬烂了 看一下 吓我一跳刚才太凶了 看它的牙齿非常的锋利 像这种地下的碎泡沫啊 都是这两条狗咬碎的 因为这两条狗食量确实是太惊人了 看到什么东西都想吃 现在大叔也非常的无奈啊 这两条狗因为也收养了开一年的时间了 呃 之前是养在家里面 不过的话现在养在这边也没有用啊 然后还是每天都会叫叫叫的 而且这个食量也非常的大 现在大叔想呃 做出了一个非常无奈的呃决定啊 就是打算把这两条狗送出去啊 看我们视频朋友呃 说你们知不知道这种狗到底是什么狗 然后看我们视频朋友 有没有谁看中这两条狗 如果有的话欢迎在我们视频下方留言啊 好吧 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